每個禮拜最接受恐怖刺激的晚上 尤其是在禮拜一 最煩悶的一個事實裡面 晚上就要來紓壓一下 那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們這邊所有的福山 晚上都必定的一個節目 什麼節目呢 我們大家來服從一下 傳說陰陽界 好 今天喔 我臉書忘了PO了 我們的題目呢叫做 深夜的布袋戲 那布袋戲現在很多了 尤其是現在還有這個 Videos還有那個 Saven便利商店還有賣那個 布袋戲的Videos 那但是你知道 在我們的一般廟裡面拜拜的 他們也有請了野台戲 那這個野台戲有很多禁忌 那現在有一個事情是正式的 剛好這個事情發生在 921大地震的時候 等隔年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 有一個很大的地震 就921大地震 當中也死了很多人 然後呢 這個故事是說 就有一個 剛好我當時有一個姓楊的 姓楊的 姓楊羊團長 就是他們那個布袋戲的團長 專門在演那個野台戲 就是人家那個 神明啊 請他們去做表演 那他當然有個團 有一些團員 那有一次 在921過後 剛好有一年的這個鬼月的時候 就7月 那時候很多廟也要拜拜 然後他們就收到了一個這個 邀請塔 這個邀請塔 就是請他們到那個 當地啊 就是南投那個地方 天原的部落來做這個 做這個什麼 這個這個 好 表演 當然很高興啊 因為有人要邀請他們 當然要去 因為齁 那一陣子很多人 很少有表演的機會 收穫介紹很多啊 後來當然也請人高興 雖然是比較偏遠的 然後就開一路開陣子 還要經過很多蜿蜒的聲 然後就這樣 這樣一直一直一直收 到了 從早上一直開到 這山路這樣開 可能下午四五點的時候 一早到 他一直走到後來 剛好看到在那個 山路旁有一個 年長者 有老伯伯啊 在那個地方 好像是在 在在在 在種樹還是在做一些事情 他們就 把那個車開過去 開過去 然後就問 那個老婆說 他們這個地址要什麼 他說 就在這個前面 轉彎過去 他說對 但是很高興 直接就開那個地方去 他說 裡面的團群問那個洋團長說 這麼偏僻有沒有人嗎 他說也不知道 我們先去哪裡 一到那個地方 那個小村落 還是要那麼不少 已經開始有人在擺攤 村子裡面 都跑出來 他們也 看到人那麼多 趕快就把 他說 那個洋團長下去說 好嗎 大家趕快把那個戲棚子 給擺出來 擺出來之後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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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敲樓打鼓就開始演 剛開始來看戲的 然後只有幾個人 人越越多 人越多 而且喔 隨著 越晚 人越多 哇 本來預計算要到11點半 人太多了 因為他們就叫他家嘛 uncle繼續演 當你家錢 就這樣繼續演 人越演越多 演到本上 一點多兩點 人潮還不上 就人越越多 奇怪 這麼多人 怎樣團長就覺得怪怪 怎麼可能整個越多 因為這村子裡面的人 也不可能這麼多啊 來一堆人急慢慢的 後來然後他說 因為他自己有 曾經在這個不太戲 之前他也當過 在廟裡面當過幾棚 就怪怪的 他就把他的那個 一整個符咒拿起來 他在眼睛上繞回下 這樣眼睛看過去 完蛋 整個前面的觀眾都是斷頭流行 還有一些喔 不破長流 整個非常龔龐大大 小熊沒得變 氣孔都流行 哇 好蛋 難怪這前面那一堆都是 不是 不是 這時候 這時候 大家不能跟團員講 跟團員講 退檔趴到 後來就偷偷的 因為那個布袋戲旁邊 有兩個那個 有兩個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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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那個布袋嗎 他就把那個線來往外看 沒想到 外面有兩三個保鏢 那兩三個保鏢 那兩三個保鏢 眼睛都瞪著他 好像告訴他 沒想到 啊 他退回來 他說完了完了 還不能講 後來那裡面的那個團員就說 欸 團長 好像很晚耶 這個是不是要收工嗎 他說不行 你還是去 他說 唉唷 那時候剛剛都很累 有一個晚餐沒吃 他再叫 後來聊說 沒關係啦 再撐一下 再演一下 我們就收 後來再爬 沒辦法團長 我下去 團長在那邊想著 怎麼辦 怎麼多聲啊 因為滿滿的都是保鏢 不知道他怎麼辦 後來沒辦法 因為他們布袋戲裡面有一些聲 你像布袋戲玩偶 裡面有一些 像三國子啦 關公等等之類 他就把 因為他平常滿戲風關公 就把關公的布袋戲 放到那個桌上 然後誠心地拜那個關公說 唉 把這個事情跟關公講說 這晚上魚頭鬼啊 這怎麼辦 走不出去 沒想到 這話一講完 拜下去之後 那個關公的那個神像 啪的一聲喔 掉到地上 掉到地上 哎 糟糕啊 是不其力啊 當他把那個關公的那個 那個那個布袋戲拿起來 都想要死了 甚至他們 他們 二十幾個老人員都實在 今天晚上魂缺 都變成過年魂 他一拿起來之後 剛好 布 關公布袋戲 壓著一個布袋戲 他一拿起來之後 怎麼會有一個布袋戲被壓著下面 那總是 剛剛不是地上都說好不好 神奇啊 關公布袋戲拿起來 他下面有一個老和尚 那個老和尚 就是以前他們在演那個 那個白蛇鑽 我跟他很多同學有看過白蛇鑽 白蛇鑽裡面有一個很有名的 師父叫法海 那個法海就收妖精 趕快臨機都 有救了 他就趕快跟團員說 這齣戲完了之後 我們上演白蛇鑽 他說 拜託你都很累 他上演白蛇鑽 什麼時候 不停的人 我會出發 後來他們那個 他沒辦法團長鐵金鐵金的人 開始演白蛇鑽 又開始演那個死啊 青蛇白蛇 到最後的時候 他說等一下你們 那個 那個法海出來 那句話 有一句台詞 就是佛號 要講的特別強調 他說為什麼 他說你不要照做就對了 結果那個鬼越積越多 因為大家很喜歡看那個鬼怪的 哇 就是人最多的時候 那時候突然廣播裡面出了一段的影響 因為那個法海出來 他就講 阿彌陀佛 那聲音出來 嘩 突然 那一道光 找到整個地方 那個佛號出來 全部都鬼 啊 叫一聲好像 世俗逃難 後來 突然天亮 本來晚頓 黑暮暮的 其實那時候已經晚上死 已經清晨四點 他們演了很久 後來 那聲音劇佛號一出來 結果整個啪 黑暮的全部都變亮 原來 那晚上 鬼在那個地方 沒有白天 那時候導演 怎麼這樣 怎麼天亮 我們都不知道天亮 原來已經清晨四點半 所以他們已經正正中 演了五六個小時 後來為什麼這樣 因為喔 法海出來 有一個重頭戲 就是 我彌陀佛 奈老那 手裡這個妖精 那一句話一出來 鬼神導光 所以他們也做 後來那個 那個 那個團長就騎過 怎麼會遇到這些鬼 他把那一張 把那個 他們那個妖精 拿下來看 是一張名字 鬼月 那為什麼會這樣 我聽說 當時 九一死掉 很多 死在那個地方 他們鬼月就想看死 沒想到那些鬼 聽說還在那裡 唉 好了